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某是老家是农村的 家里对于传宗接待的观念非常的强烈 连着生了两个女儿都没有儿子 一度让胡某很郁闷 多次和王女在商量 我们能不能再生一个儿子 离女架不住胡某的多次的要求 双方决定再生一个 如果再生育一个孩子 没有生育指标怎么办 有人就给出招了 说 你们先假离婚 离了婚以后呢 那王女生的孩子 那就不受这些罚款的限制了 前面的两个女儿归胡某 后面的这个孩子呢 生出来以后可以上在王某的名下 等到生了孩子以后 你们再复婚 两个人真的是求子太心切了 真的就采用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双方在离婚期间 因为王女始终认为这就是假离婚嘛 不会是真的 双方约定的 共同的投资 车辆 房产 因为原本都在胡某的名下 所以呢 双方在离婚协议的时候就这样约定说 登记在谁名下的财产就归谁所有 显然王女的名下是什么财产都没有的 就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办理了协议离婚 两个人在离婚以后 确实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实质上的改变 仍然继续一起生活 不久 王女真的是心随所愿的 生了一个儿子 在这个期间呢 王女一直都在辅助胡某在进行事业上的一些投资 胡某在跟王女代理协议离婚之前 就是在做一些建材的生意 当时规模还不是很大 后来添了儿子以后 在王女的辅佐下 生意一天比一天做的好了起来 从一开始的一个承包的小厂子 到后来起了自己的有限责任公司 从一开始的代理 做到了后面的加工 整个的市场的销售 都是王女在跑 应该说 王女在胡某的事业上 付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慢慢的 王女发现 胡某不像原来那样 每天都回家了 但是胡某都是在闪烁其词 我们都有三个孩子了 还能怎么样呢 在这期间呢 王女也多次提到 要求要跟胡某复婚 胡某都是一再的拖延 终于在有一天 王女到胡某的公司去得知 胡某跟公司里的一个职员 早就已经建立了恋爱关系 双方出双入队已经有半年多了 王某吃惊之下 去质问该女子 你怎么能破坏我的家庭呢 你不知道她有三个孩子吗 这个女子说 你和我有什么不一样 你不也是和她没有结婚的吗 有三个孩子怎么了 我也可以给她生 王女突然意识到 她和胡某的婚姻 如果不尽快的能够复婚的话 可能确实和这个女子没有任何的区别 这时王女开始去找胡某 多次商谈 胡某说 我们直接早就没有感情了 儿子归我 公司呢 也没有你的份额 这些年来呢 看在你辛苦的份上 给你二十万就算了 王女不甘心 这么多年来 从青春少女一直走到了中年 一路这么伴随着胡某走下来 为胡某生了三个孩子 公司的每一分钱都有着王某的参与 现在公司的盈利一年达到几千万了 给王女二十万 叫王女清何以堪 拿着公司王女参与过的一些资料 王女来找我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才能维护我自己的利益 很遗憾 在王女拿来的所有的参与公司的这些证据当中 全部都是一些手写的 或者说一些白条 真正能够证明王女参与公司经营的为数非常少 首先我们得看一下王女和胡某在此期间的关系 王女和胡某在协议离婚以后 虽然说是假离婚 但是在法律上是要真的产生法律效力的 产生的后果是跟真的离婚没有任何区别 并且呢 在双方协议离婚以后 王女协助胡某进行的公司管理经营 王女必须得能够有自己的出资证明 有自己参与了经营的证明 这些对于一个不是以王女为主要负责经营的一个公司的员工来讲 证明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王女所提交的证据材料只能显示 王女参与了公司的工作 那么在最终的认定上 最多也就是认定王女是公司的一名职员 能够获得的仅仅是作为劳动报酬 而不是高额的投资回报 那么在此前的双方协议离婚的财产分割上 房屋 车辆 投资已经全部约定都给了胡某 这时候王女再后悔 也无法撤销当初的离婚协议了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双方在同居期间投资的案例 同居在法律的性质上来讲 它是分为几个阶段的 在1986年3月15日以前 在法律上是无条件的承认适时婚姻的 也就是说在86年3月15日之前 男女双方只要是以夫妻名义 共同生活持续达到一定的时间 就可以认定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关系 86年3月15日之后 截止到1994年2月1日之前 这个时间段 男女双方在一起 共同生活 并且以夫妻名义相称 要求要符合实质的条件 指的是男女双方都是单身 男女双方都达到了法定结婚的年龄 男满22 女满2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被认定为是适时婚姻 第三个阶段就是94年2月1日以后 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出台以后 对所有的适时婚姻一概取消了认定 在法律的意义上不再承认有适时婚姻 这么一说 所以说在上面的两个同居的案例当中 虽然从外表的形式上 从共同生活的内容上 貌似夫妻关系 实际上还真的是同居关系 同居关系和夫妻关系 在法律的区别上 最重要的就在于 夫妻关系 无需去证明双方之间的共同投资 那么作为离婚期间 没有实际参与经营的一方 要求去分割财产 也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 在同居的问题上 就需要有相应的证据 能够证明你参与了投资 并且有相应的回报 你才能够要求分割 因为同居关系适用的是 一般财产共有制 合法的夫妻关系适用的是 共同共有制